星铁尼鲁 道特对核心卡夫卡没想到也有这样的雷点 是吗?是? 1. 太吃战绩点 卡夫卡作为一个道特引爆器 几乎每个回合都要释放战绩才能打出应有的伤害 所以卡夫卡和警员一样是个非常吃战绩点的主C 这就要求队伍里的辅助和生存味最好不吃 甚至能产战绩点 比如婷云 罗刹还有高星魂的艾斯达 但是这里有个误区 就是认为西路瓦和桑伯同样也吃战绩点 不太适合卡夫卡 但其实西路瓦大招能量需求低 输出更多来自于天赋的附加伤害 战绩只是个挂触电的工具人 并不需要频繁释放 而桑伯普攻和大招都是多段伤害 每段伤害独立计算挂风化的概率 实战的时候就算不频繁释放战绩 也能轻松挂满五层风化 所以这三个角色担任卡夫卡队伍里的副C 都不会有抢战绩点的情况 顶多自采自销 2.输出容易断挡 卡夫卡队伍主要依靠给怪物上DOT来进行输出 那么当清理完一波小怪之后 DOT队并不能像直伤队那样 用剩下的buff对下波怪进行输出 而是要重新进行挂DOT 引爆DOT 这种输出模式就不如直伤队来得直接 这样的队伍强不强呢 就只能等上线之后看数值到底有多少了 3.射后太遥远 目前DOT队除了卡夫卡 其余都是四星角色 明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相比于下个版本就成型了亮子纯色队 DOT队还没有肉眼可见的售后 所以说他未来可期也不为过 不过DOT队的优点也很明显 就是不吃双爆剩余物容易刷取 并且配对灵活可以根据怪物弱点进行辩证 至于抽还是不抽呢 除了XB党和蒙青缺主C建议抽 有谢尔银郎的建议等浮悬和林可 其余玩家可以等卡夫卡上线实测后再决定 最后是卡夫卡一直80级的养成材料 有需要的可以自行截图 下课